i 变成 before 12 那其实这个地方也变成说 它放在12的位置 那应该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数字好像应该要越来 应该要放 应该是 我印象中好像要把这些稍微改一下 这边算了一下还真的是13个 少这个 少还有一个hide 这个hide班 所以 就把这个hide 这个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的话 就会13个班 所以正列里面应该有13个 那你们可以直接 把这个工作表上面复制 那上个礼拜有同学是 这个很容易做打错 因为为什么 这个不是几 是4 4 4 所以如果你在打上去的时候 会打错 两个比对不一样 就会有错误了 那 如果要避免错误很简单 直接这边点两下 Ctrl C 复制一下 再把它点 不要一直停在里面 停在里面 程式也会错误 要点回来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贴上 这个用贴的 就不会有错 不然很多同学就卡在这个地方 程式就过不去了 好了 以后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正向的没问题 可是 反向 else部分 那我们也是从13到1 好了 13到1 多一个 本来12到1 现在变成13到1 然后step 要减1 就是反向回圈 越来越少 就是-1 那你可以想说 那如果说我要-2的话呢 就变成说 13 11 9 7 5 就是跳一个 step 这意思就是说 间隔的意思 你中间间隔多少 那 spec-1就是 13 12 以此类推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地方 13的话呢 会先从最后一个 这个 这个班呢 直接呢 就move到哪里呢 那我要move到最前面 最前面的话怎么表现呢 那因为前面是从123到1到13 所以i直接放这也没有问题 可是呢 那我今天我要刚好颠倒 我现在是13 对不对 那我13怎么变成1呢 这边呢 你可以想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这边多一个东西 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shits.count 什么叫shits.count shits.count 就是说呢 总共工作表有几个 总共有几个呢 13个嘛 对吧 13个 那当然你 如果偷懒一下 你已经知道13个 你就打13 也可以啊 只是说以后 如果你的工作表数量 会变动的话 用shits.count 会比较理想 比较理想 那如果你已经知道 一定就是这13个 永远不会变的话 那你就13 也可以啦 那再来的话呢 你减掉i i的话第一次是13嘛 所以13